所以我在2009年的時候就做了金盛宇這個品牌 那我們的核心概念就是讓台灣茶的美好 更貼近每一個人的生活 那這句話聽起來很像廢話 大家都在講一樣的事 我們現在要把茶做的沒有距離啊 時尚啊 但是我自己知道說要我的朋友 他們像我一樣去茶行買茶葉 學泡茶買茶去學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他再重新投胎十次他都不會願意做這件事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 所以我們做的方式就是 好吧反正他不可能買茶葉他也不可能學泡茶 那我乾脆就泡給他喝好了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就是用紙茶壺 幫各位真正的手沖一杯茶 所以在座有人買過我們的茶嗎 有 OK 好謝謝你們 你去我們專櫃買茶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 有點像表演的方式 但他不只是在表演 他其實是很用心的 就用紙茶壺去沖一杯茶出來 好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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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譬如說你點了一杯阿里山精宣 我們先會把柴葉經過天秤的秤重 然後傳統茶道它有溫湖洗茶我們都做了 那我們的方式是冰鎮跟冷泡不一樣 因為冷泡花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想喝茶的心情是不能等待的 所以冰鎮三分鐘就有冰茶給你 那冰鎮跟冷泡除了時間長短的差別是 冰鎮因為有熱水所以茶比較香 冷泡茶通常沒有冰鎮的茶很香 那這是我雙胞胎第一 那為什麼要適合呢 就是在我們沖泡過程中我們會試喝茶 原因是同一包茶也擺在那邊 其實每天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希望依據茶葉的狀態 調整出最好的風味給客人 所以當我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發現我的朋友總算願意喝茶了 因為我直接泡給他喝就賺到他們的錢 所以要賺人家的錢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當他喝了之後呢 我還要去告訴他說 那你喝到的這個味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所以 剛剛有分享的就是 所有的茶的味道它就只有三個密碼 其實沒有那麼難就是品種風土工藝 好 那品種這兩個字大家都看得懂也讀得懂 但是聽起來還是有點模糊 我們如果用花來做比喻 譬如說 玫瑰花 茉莉花 太陽花 大家都有看過 樣子是不是不一樣 香氣也應該不一樣 用你的想像應該可以 好 茶樹 雖然長得都很像 可是它不同的茶樹 它都有獨特的香氣 好 茶樹長得像的程度 我舉個例子 很多茶農啊 它的茶園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茶樹 其實它都不知道哪一種是哪一種 因為茶樹的品種真的太多了 很多茶農就只是會做茶會種 然後就賣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茶樹真的太多 那 剛剛提到了 福建人帶了100多種茶樹品種來台灣 台灣還有一個 官方的機構叫做茶葉改良廠 茶葉改良廠其實不斷地在培育新的茶樹品種 好 好 那來這邊問大家幾個問題 你知道的茶樹品種有哪些 猜猜看 你聽過的 沒關係 OK 好 所以 剛剛大家答了很多很多很多 好 台灣最常見幾個比較主流的 而且 相對來說品質比較好的 第一個是清新烏龍 它有蘭花的香氣 第二個是金玄 它用奶香 有人說是牛奶糖香 有人說奶香 總之它比較沒有 不是偏花香那個路線 那再來台灣還有一個常見的四季春 我剛剛沒有人答到 可是五十安幾天都在賣 四季春茶 好 四季春茶不是春茶 也不是東茶 它這個品種叫做四季春 四季春它的香氣就是 織紫花 好 當你有了茶樹之後呢 種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差別 我們上面寫了一句話 不同的產地 孕育茶樹不同的氣質 好 看完之後有看沒有懂 來我再做一個比喻 台灣一個黃種人 如果在台灣出生 跟美國出生 從小到大 是不是吃的喝的用的 穿的看的聽的都不一樣 會不會有不同的氣質 會嗎 好 所以 造就這個茶 到底種在梨山 還是種在山林溪 氣質不一樣的是什麼 它的自然條件 那茶園的自然條件是什麼 對 陽光空氣土壤水 你們都好棒棒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也就是 我們去辨識這個茶 到底是哪個產地 哪一座山 哪一個茶園 它的 身分證 它的自然條件 好 也就是 俗稱的 山頭氣 如果 在座各位有人在研究高山茶 或是 哪一天你開始研究高山茶 你一定會聽到人家跟你說 山頭氣 這三個字 不要害怕 其實就是陽光空氣土壤水 你能不能分辨那個 陽光空氣土壤水 那就是經驗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 不難 所以 如果我們把一顆 帶有 蘭花香的 清新烏龍 種在梨山 你就會喝到比較優雅的 蘭花香 如果種在山林溪 你就會喝到比較 鋼筋的蘭花香 就是這樣 所以優雅跟鋼筋的差別 就是它的自然條件 這樣了解 好 好 再來有想政黨 茶的古字是什麼 古字 古老的古 對 茶的古字 大家都有手機吧 在Google啊 又不是考試 古字 茶的古字 跟茶長得很像 茶的古字是塗 塗毒的塗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可怕 塗毒 我要塗毒你 對 我告訴你 茶它其實有很多刺激身體的成分 如果你不經過一些自茶工藝 把它刺激身體的成分降低 把它好喝的成分轉化出來 茶基本上是沒有人在直接吃 直接喝的 所以 好 台灣有哪些自茶工藝 你聽過的 烘焙 烘焙要幹嘛 讓茶有溫潤的口感 比如說天氣冷的時候 雨天的時候 你喝一些這種烘焙過的茶 收茶 生殖會覺得蠻舒服的 台灣還有什麼 發酵 發酵要幹嘛 讓茶葉有果蜜的香氣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我們做 我們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為了好喝 好 那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呃 這邊這個茶是圓圓的 有沒有看到 大家稍微 抬頭挺胸一下 圓圓的圓圓的 好 好 好 那 這邊還有一種茶葉 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為什麼 都是茶啊 有的要做成這樣 有的要做成這樣 包裝方便 喔 包裝方便 才不是耶 才不是 喔 還說你做茶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為什麼 這個是紅茶 這是所謂的烏龍茶 高山女吧 對 那 這種是不是長得跟英國茶比較像 嗯 根據你曾經接觸過的茶葉來說 那你覺得英國茶 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欸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 你看好就好 我有壓力 我好害怕 對不對 根據你們的經驗 你喝過的英國茶 它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比較香 還是比較甜 還是比較 怎麼樣 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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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們為了要讓茶的香氣被凸顯 我們會把茶葉做成調索狀的 了解嗎 一定有原因的 不然它就做成這樣就好 那它為什麼要選擇那樣做 總有原因 所以 調索狀的茶 上面有寫柔簾 工藝叫柔簾 它要讓茶的香氣被凸顯出來 好 那 做成球形的茶 它強調的是韻味 對 喉韻 好 喉韻很玄 韻味聽起來也很玄 我來做個比喻 在座各位都 男的帥女的美 在你們的人生當中 一定曾經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可能 另一半現在已經不在你身邊了 因為一些原因 兩個人無法 好好的天長地久在一起 雖然已經過了很久了 但是你偶爾想到的時候 還是會有心裡那種酸酸的感覺 已經過了那麼久了 還有感覺 這叫做什麼 韻味 韻味 喔 我要把簡報改掉 韻味好不好 韻味 韻味 對不對 所以 球形的茶它強調的是什麼 已經喝下去了 還有感覺 球形的茶要告訴你的是 韻味 好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很重視茶的香氣的人 當你買到這種茶 可能你就不會覺得這麼開心 除非你買到等級很高的 黎山大運 喔 球形的 韻味好 香氣又很棒 但是我們講 大部分中價位的茶 如果你是一個重頭韻的人 重韻味的人 喜歡那個夜深人靜的時候去想一些事情的人 那你一定要選擇這種 好 所以品種 風土 工藝 好 那麼這三件事情 我常跟人家說 這幾年開始比較常去大陸 這個事情在大陸就不能說 我常跟人家說 全世界最好的茶就是台灣茶 在大陸就大家會 我挺才方便 沒有那麼快 大家那個愛國心嘛 大家不能接受 所以這種東西只能在台灣講 因為三件事情 豐富多元的茶樹品種 豐富多元你可以體會 福建帶了一百多種來 然後台灣也有茶葉改良茶 德天獨厚的生長環境 好 什麼叫德天獨厚 目前有產茶歷史的國家 那個土地種茶 絕對都超過三百年以上 可是台灣的高山 是近一百年來 才有人進去開發 誰 哪一國 日本 日本人砍了樹 對不對 其實不是日本人 是王宏親 對 王宏親 不好意思 這個書上都找不到 好 那 砍了樹之後呢 誰去 開始在那邊種東西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為了安置一些榮民 所以開始讓榮民在山上可以特許的 種果樹 種一些什麼什麼蔬菜啊等等的 所以是不是這幾十年來開始發生 好 大家想像一下 台灣的高山你們都去過吧 中河南河有沒有開車經過日月潭 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哇 山明水秀的那些土壤 千萬年來多麼的肥沃 才被用了五十年不到 那是不是環境很好 能不能孕育出很好的茶青 茶青是什麼 還沒做成茶葉的狀態就是茶青 可以嗎 可以嗎 這你可以接受 好 那 有了很多茶樹品種 又有了很好的茶青 當然就要搭配 百年來與時並進的自茶工藝 我這邊特別寫了 與時並進 就是說很多 你在外面聽到的說法就是 古法 古法最棒 古法怎麼樣 古法怎麼樣 但是 其實科技它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 以前烘焙可能真的是用 龍眼木 炭火去烘 那現在很多都改成電烘了 那一定 龍眼木的一定比較好喝嗎 或者是電烘的就一定比較不好喝嗎 其實都沒有絕對的 沒有絕對的 那一些新式的機器設備 其實是可以讓茶葉的品質 相對來說更加的穩定 如果有一些老師傅真的 哇那個十八般無音洋洋洋金鐘 它如果讓它全部整個過程用手工 那可能是一百分 那一百分的茶其實還需要氣候 那如果我們講求一個 平均都是八十分的時候 大規模的時候 除了供給台灣的所有人 還可以把茶葉行銷到全世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需要仰賴機器設備 所以 因為機器設備 其實我們改良了某一些的自查的過程 所以我說 百年來與十兵竟的自查功能 這三個原因 成就全世界最好的茶 我們蘇張咧 百年來的 即興 北年來的 價格 溫度 四個 北年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